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走了 伙伴儿 起来了 大早起来就搭桃卫生 这环保应该是你干的事吧 对 救他们来 你 你做早饭吧 对 今儿早上都想吃什么 抱一抱 铁麦 行啊 苏珊都会收VIO文了 只会这一句 怎么了 苏珊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为了感谢大家的热情招待 我想招待大家 我来做饭 周末全包了 你要给我们做饭 周末六顿饭全都包了 好 那就让我们大家领教一下苏珊的厨艺 对 让我们尝尝美国的家常菜 那我们就欢迎苏珊大厨 为我们露一手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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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 谢谢 不谢 我现在就给大家做 最真宗的美国家常早餐 好好好 听听 这动静可真不行 嗯 真想赶紧吃进嘴里 嗯 平时这个时候就我一人忙 今天我可悠闲一回 这美国正宗的家庭早餐会是什么呢 早餐好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难道这就是最正宗的美国早餐 这应该是最正宗的美国快餐 你热汉堡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 你热汉堡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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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在里面放公报鸡丁了 这下说就是了 美国人哪有那么做饭的 你放的是不是鱼香肉丝 没有没有 我放的海鲜沙拉酱 海鲜沙拉酱 沙拉酱是汉堡包的灵魂 我牢牢告诉我的 吃吃 这动静比早上还大 说不定苏珊正在给咱们做 美国的口鼓劲 说不定苏珊在给咱们做 美国版的满汉权鲜 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待会儿大家要注意吃馅儿 不要冷冲虎烟 这正宗的美国家常午餐 会是什么样呢 我很期待啊 午餐来了 不客气 不客气 请品尝 怎么又是汉堡啊 美国人就只吃这呢 这个汉堡和早餐的汉堡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蔬菜 这就是单纯的 海鲜沙拉酱汉堡包 没有蔬菜 就是不一样了 吃吧吃吧吃吧 吃吧吃吧 对对 吃吧吃吧 这晚餐不又是汉堡吧 乌鸦嘴 什么事都要往好处想 可这美国正宗的家常晚餐 都会是什么呀 晚餐好了 请品尝 多谢 不客气 你 蘇珊 你们美国人 不是很讲究营养搭配吗 看 这回搭配了洋葱 这就叫做 洋葱海鲜沙拉酱汉堡包 完全正确 请品尝 我说中了吧 那我们就欢迎苏珊大厨 为我们露一手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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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 谢谢 不谢 我现在就给大家做 最真宗的美国家常早餐 味道真不错 对 不客气 苏珊 受益不错 谢谢您 不客气 不客气 你're welcome 当你要向别人表示感谢时 你可以说 谢谢 也可以说 谢谢你 或者 谢谢您 当别人向你表示感谢时 你可以说 不客气 或者 不用谢 不谢 小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不是你的 是我的 是我的 给你 谢谢 不客气 小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珊 不客气 不客气 苏珊阿姨 您回来了 回来了 乐乐 你看这是什么 我非常喜欢吃的巧克力 给你的 太好了 谢谢您 不用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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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知道 你们对苏珊的评价 那当然是 且慢 我的意思是说 请你们评价苏珊的汉堡包 我是觉得吧 还是和麦苗说吧 舅舅 我听您 舅舅 我听您的 您说 这个 一般在饮食问题上 我不发表评论 还是 你就评论一次吧 这个 爸 爸 不回来了 还是听听 大伟他们谈谈吧 谈什么呀 你们觉得 苏珊的汉堡包做的怎么样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苏珊阿姨真棒 当然 我在美国经常做汉堡 明天 我继续给大家做 三顿海鲜沙拉酱汉堡包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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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你敢偷吃包子 我已经 连着吃了三顿汉堡了 我实在撑不住了 你可别告诉苏珊 你想 让我同情你偷吃包子的行为吗 还要让我对我最好的朋友进行隐瞒 嗯 行吗 这个要求太过分了 除非 你分我几个包子吧 我说 我说你 妈 妈 我 你们在干什么呢 哦 在练功呢 继续练 我不打扰了 今天早饭又是海鲜沙拉酱汉堡包 连续吃了四顿了 我现在就是打嗝 都带有一股清新的海风味 你就直说吧 你们说 苏珊做的汉堡包味道到底怎么样 其实 我觉得那汉堡包还行 就是那海鲜沙拉酱 我实在受不了 对 对对对 那个海鲜沙拉酱的味道啊 特别怪异 嘘 小点声 别让苏珊听见了 看苏珊干嘛呢 他在厨房做汉堡 还做呢 连续的汉堡大餐 这中国未受得了吗 要不 你可别指望我去跟苏珊说 人家孩子热心给咱做饭 多不容易啊 我可不想给人去泼冷水 要不你 还是小伟去泼吧 麦苗跟苏珊关系最好 这凉水还是让麦苗去泼吧 对对对 麦苔你快去玩啊 就是你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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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泼什么呀 又不是泼水鞋 我在美国经常做汉堡 明天我继续给大家做 三顿海鲜沙拉酱汉堡包 看苏珊干嘛呢 她在厨房做汉堡 还做呢 哎呀 连续的汉堡大餐 这中国未受得了吗 我在美国 常做汉堡 我在美国常做汉堡 如果你想告诉别人 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汉语的语续是 在某地 家做某事 喂 麦苗 中午我们一起去吃披萨吧 行啊 那下课以后 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啊 好的 见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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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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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苗 你早上才没吃饱吗 麦苗 你怎么偷吃牛肝啊 难道说人家苏珊做的汉堡包不好吃吗 还是很吃腻了 我 那你要吃腻了你就跟苏珊说呀 她肯定会原谅你的 对吧 苏珊 吃腻了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吃腻了就是说呀 这一个人总是在吃一样东西 他就味觉疲劳了 所以说再好吃的东西 他也都没胃口了 我 我懂了 麦苗 你吃腻了吗 我 这一天四顿都是汉堡包 我当然有点腻了 是吧 真的吗 麦苗 我是吃腻了 那你愿意换花样吗 我 我愿意 我愿意 麦苗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啊 我看你还是放弃吧 要不然我让我舅妈替你做完饭 我已经承诺了我一定要做到 不管一千贤一万贤 那叫千难万贤 你好 你好 好吃吗 好吃 终于看到曙光了 反正啊 只要不再吃那海鲜沙拉酱汉堡 怎么都行 中国汉堡包来了 客气 不客气 又加薄 又加薄 又开好了 欢迎品尝 感觉味道有点不对劲啊 当然 改良呢 怎么改良呢 里边加了海鲜沙拉酱 书 手插 回来了 回来 走 我再来找 走 走 不脚 你打出一子 설� Server 那天都渴了 好了 不能太น Chao 和 fum